你看到美股 其实你近期玩得很开心 是的,只有我自己是滑梳 我也是小孩 不,你最近都说 其实策略方面 虽然大家一直都会慢升急调整 还是注重一下 都有些股份是心脆的 有没有人说 其实你自己都一直看着 或者说你已经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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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之前也在这里和Wendy分享过 如果最大的那兩隻就是SE 就是C 就是東南亞騰訊 經常都說的 另外一隻就是ASML 就是做芯片光刻機的一個上游的業務 因為這兩隻都是之前買下的 所以就已經坐定定在這裏 因為他們都保持交到數 還有一些概念都OK 所以就暫時都是長坐著 你說短炒那些 最近就炒了一些電動車 有一隻叫做LCID LUCID 我也有 不過我已經沽了 那應該很漂亮 OK 這隻最近都升得很漂亮 我之前一兩天沽了 那就很漂亮 因為這隻應該在上個禮拜 還是禮拜初就剛剛交付新車 上個禮拜應該是 那一下就由二十多元炒到四十多元很快 因為它坊間形容為Tesla 比Tesla厲害 不過現在的續航力 即是它說續航力是比Tesla厲害 不過現在一隻都是Tesla厲害的 所有電動車都是先行的 是這一句 那一下有個炒味在這裏 所以這隻我也有炒一下 另外可能有些元宇宙概念 就是可能大家都看的 Robots 即是RBLX 或者是U 都是炒著那些 這都是短線部署 對 短線部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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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